大家好, 疫情三年終於可以愛潛了 這次我們的目的地是菲律賓人稱媽媽拍絲瓜的馬拉巴斯瓜 目標很明顯就是鯊魚界當中最有型的一種鯊魚, 長尾鯊 長尾鯊有什麼特別要香港千里少少去馬拉巴斯瓜看呢? 這個就之後我們再解說 這條片就是我們入島的前轉 為什麼是前轉呢?就是這次我們在本島滯留了兩天 唉, 很傷心, 再說 這次這條片就讓我天堂前出現的基神跟大家聲音渡航 出發! 經過了三年, 差點年怎樣出境都要問機場職員 這次我們一團十人, 當中包括有我, 還有四個教練, 一個DM, 和四個學生 而我呢就第四次去這個馬拉巴斯瓜了 緊張就沒什麼緊張的, 只不過是三年後飛有點緊張而已 上機啦 終於下機熱, 由14度去到30多度, 真棒呀 最喜歡熱的了 大家看到眼前的Sibu國際機場Terminal 2其實都是新的 由2018年7月才裝修完被人用 減回三年的疫情, 其實都是用了一年而已 非常新的 當然出團不少得有人舉派啦 是開心很多的 其實比起之前的Sibu機場, 都難清了很多 之前是好多好多人 Anyway, 出發, 入到了 但這次是有點不同的 大家看看周圍的風力 是真的挺厲害的 看回當地的天文台, 是差不多五至六級的風力 可以說是香港的三號風球左右啦 還有在海上, 全部都是白頭浪 唉, 沒辦法啦 我們這次被迫要滯留啦 幸好的是, 讓我們在碼頭邊 找到一間比較時正的resort 但是房間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是真的立時預訂的 只有一間是比較luxury的 有露台的 好啦 那我們唯有是抽籤啦 年紀最大的抽籤是我的 而幸運而當然就是我們的Hugo Sir啦 恭喜恭喜 但是其實最後都是讓我們去開派對 所以都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呢 制留了兩天這麼sat 當然是周圍吃下好西線啦 先坐一輛五人電單車 其實在制留兩天裡面 大家都是很sat 我呢 都是有很多東西要處理的 例如要問dive center 入到的程序啦 什麼時候可以有船啦 跟著酒店可不可以讓我們extend啦 跟著又要決定一下入到啦 還是不入到啦 最後 所以其實 制留那兩天中間有些東西都沒有拍到 其實是不想拍啦 生氣啦 終於來到Maya買頭啦 可以入到啦 但老實說呢 是很勉強的 我想當日呢 是由之前的五、六級風 落到三、四級風左右啦 但是 都起碼叫做入到島嘛 其實去Maya Pasqua 入不到島 是非常之罕有的事來的 我都叫做去了三次啦 而且周邊的人呢 都去過的 我都沒聽過有人是說 因為大風開不了船 或者水景是不准開船 而入不到島的 唉 這次都不知道是誰的黑腳啦 Anyway 海盜船來了 對呀 因為液風 所以我們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的船程 終於踏上Maya Pasqua 在島上 踏上島的第一刻 Dive Center的職員 第一句跟我們說的話就是 You make it 是太感動 太貼切啦 之前講了那麼多廢話 現在講一些有用的資料給大家參考啦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去Maya Pasqua是怎樣去的 以及有些什麼看的 有些什麼看就留下下一條影片就跟大家講啦 這裡就用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去Maya Pasqua 現在暫時 直行只有CX在做的 之前其實 Sibu Pacific都是有直行的 還是便宜很多很多 希望現在有回啦 可能 都是Demand Supply 希望 之後會有回這條航線 下了機啦 到了Sibu機場之後 就要坐車啦 通常如果你是去潛水的話 Dive Center 都是可以做Packup 車程大概4個小時左右啦 中途可以叫司機去 Sopping Mower 買少許東西 或者去Service Station 買東西吃去Toylet 都可以 到了Sibu最北面的Maya碼頭之後 就坐45分鐘的蜘蛛船 那就很快到了 比起之前我們去的航海Trip SangalakiTrip 或者看海遊Trip Maya Pasqua 其實叫做很簡單 很直接就去到了 說多一點 我們這次看這個長尾沙 我們會用到Nitrox 高氧空氣的 跟下條片的長尾沙 一起講解 這次這條片就講到這裡啦 下條片見 加封 點大雪 我們這裡看 我們按摩 看 我們按摩 比較接著 我們我們的頓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知道